大家好,我是阿昌 亦有网友问过如何安装鸣器股的 其实非常简单 首先有旧位,要在旧位 它是在这里安装的背部 然後把鼻子的位置對著它 然後下面再安裝一份油壓膠 另外圖紙有兩邊的 就是看你是右邊的位置還是左邊的位置 右邊的位置就跟著這個方向 然後兩邊的位置對著整個門頂 然後照砌它就是了 非常之簡單 還有它也不是什麼高深科技 所以位置差一點 也沒有什麼味道 不過這裡才可能要鑿一點 新這個闊一點就要鑿一點 然後把鼻子放進去 你挑東西的時候 就是斜面向著一塊東西的 但是你要逼一塊東西走的時候 就要垂直插著 斜面對著你要逼走那邊 還有你要逼走那邊如果太大塊 你是會 有機會逼到它裂掉的 就是了 夠位置裝就搞定了 然後就可以收一隻氣鼓上去 記得看說明書 分清上下 你左右腳是不同方向的 你知道嗎? 我希望你來看一下 一下子 我都對抖了 因為我來看一下 開動 一塊東西 再走 monks 所以 說明書 是 是 說明書 好,我剛才反轉了這張說明書,因為我反轉了一張說明書,然後先扣上去,現在鬆開上面的螺絲,收一隻鼻子 更慢翻成 然後,這裡是90度 這裡要用一支藝仔批,收回可樂絲,卡住它 這裡上面頂著我 對,完成了,就試一下它 你看到它的頭段都可以的速度 但是第二段因為太慢了,所以它是不夠力散的 我們要調校,怎麼調校呢? 現在,就是看一張說明書 這支教的最右手邊,就是這樣 有上一口,下一口 上面那口就教第一段,就是一開門那段 第二口就教最後三門那段 現在最後關門那段不夠力 所以,我就要調一條二口的螺絲 把它鬆開一點,讓它更好力一點 一開始調較多一點 當然,多得就是再調較少一點 現在都可以了 再試一下,再用久一點 如果真的不夠力才再調較緊一點 再試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